大家好 我是市長人稱廣西謝霆峰 我是焦野 自稱巴蜀VN組 欸焦野啊 你說今天我們來到這麼一個隆重的場合 到底是要幹嘛 該不是叫我們主持吧 肯定不會讓我們主持啦 專業的事情應該請專業的人來做 那我們是專業的什麼呢 我們是專業的 賭舌 今年的國產電影是充滿驚喜的一年 工業水準大幅提升的同時 口碑和票房都雙豐收 面對來勢洶洶的好萊塢也絲毫不虛 在票房前市中混戰了一半的行為 其中的佼佼者 當然要數開門紅的狠海行動 他以36億票房的優勝者姿態 領跑賀岁黨 一不小心還冠絕了全年的票房 作為賀岁片的一股清流 他炫肉橫飛 炮火轟鳴 是視覺的震撼 也是對耳膜的一次挑戰 沒有想到大過年逃進電影院 還是沒能躲過大型鞭炮的摧殘 爆裂無聲是唯一一部沒有擠進議員俱樂部 卻入圍了我們決賽圈的強勁黑馬 故事劇本過硬 設計精巧 導演新一昏 有野心 有自己的想法 一點都不像科研兄弟 庫布里克以及挑戰日 影片出來口碑爆裂 可是票房無聲 不是幹這行的誰的 同樣是新導演 有人拍出女作就能留名影史 文木野導演的我不是耀神 不僅前陣子在中國台灣省一舉拿下金馬影帝 和最佳新導演 票房大賣也帶動了投資公司 股價挨個掌 還說你們不是耀神 世上最難治的窮病 都被你們治好了 我們那是佛祖說的 都差不多 同樣是首次指導的黃伯 處女作一出好戲也同樣驚喜 以荒島求生的災難題材為隱喻 展現了一部實實在在的災難 如果她是演員黃伯 我會說她情傷很高 如果她是導演黃伯 我會引用一位主演的威婆名 你還是要努力 努力 再努力 慢醉醇扣溜 你得像靠岩啊 在這方面 還是不得不服老牌導演 寫出過無真道的莊文強的新作《無雙》裡 每個人都能看到別的片子的印象 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拍手叫好 劇本結構鋪排精妙 前半段高仿美金 後半段高仿非常嫌疑犯 無雙這次能入圍實屬驚喜 希望香港電影能再創輝煌 明年不要再像片名一樣 在我們評選裡 只能佔到一席之位 流霜 沒有錯 而且我還發現 2018年的好劇 大多都集中在了暑期檔 這說明什麼 我們國產劇越拍越好 向揚而深快 誕生在暑期的延禧攻略 可以說是今年唯一一部 真正全民狂歡的大熱劇 審美全面上線 風化道和中國傳統配色 大人眼前一亮 可魚媽還是那個魚媽 狗血看灑 直虛灑 延禧攻略其實就像一杯珍珠奶茶 色調溫潤 黑點不少 喝著好喝 喝完後回 幾次演黨趕在延禧快結局 才匆忙播出的如意傳 和延禧是同一段歷史的一體兩面 周迅獨特的氣質 沉穩扎實的劇本 為這個視角帶來了不一樣的感受 好看是好看 但就像魏英諾說的 先開播的劇已經贏了 同樣的遺珠還有天聖長歌 少見得男主比女主還要美的電視劇 所以劇情乾脆也從馬力蘇的原著 改成了大男主的低配狼牙榜 不過兩者間差了一千個服藥 但只要你有耐心像我一樣堅持追完七十集 你就會發現這兩個月睡得真香 所以說2018就這麼奇怪 以為能活的沒活 不被看好的卻活了 玄幻小說改編劇《香蜜沉沉 靜無霜》 就是其中一部 它之所以能大火 反而和水脫離不了關係 一靠精彩劇情吸引大波自來水 二靠劇情瘋狂注水被罵上熱搜 就連在金印節被看好拿獎的女主楊子 最後也輸給了水扣 講了這麼多的古裝劇 其實年代劇也是我們一大特色 抗日題材和平飯店 就採用了新穎的封閉空間加限定時間的設定 是諜戰劇 更是一部密室偵探劇 《距離成術》負責貌美如花 雷佳音負責哈哈哈哈 要不是易容術大便活人這樣的雷臉太多 它還真的能夠成為一部真正的抗日神劇 說得太對了 看到了這個篇的精髓 在正陽門下小女人裡面 蔣文麗飾演了一位新婚喪夫 頑強經營小酒館的獨立女性 跟隨國家的發展 開創了一段真正接地氣的創業時代 她還率領了一眾老戲谷 從二十演到六十 考驗的不只是演員還有歌詩 2018年的綜藝 今年可以說是充滿原創和創新的一年 一眾優秀的團隊抓住各自擅長的方向發展 全面開花 交上了一百二十分的超滿意大卷 在生月綜藝上 喪心病狂的湖南衛視又另替襲驚 中年男士一覺醒來 為何會突然講流利的音域 年輕女子為何人格突變言不由衷 萬人耳朵為何集體懷孕 陳其提醒為何再度翻紅春粉 2018開年的生靈襲驚 可為我們送上了第一份解釋 改頭畫面回歸的我就是演員 也開始回歸表演本身 並且被國外眾多電視台相中版權 代表國產綜藝妥妥地走出了一回國門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節目組大刀闊斧的變革 不僅大膽摘除掉了私逼和drama的戲份 也摘掉了節目最大的看法 網中的戰場呢 則更讓人驚喜吧 有以為是帶你深入世界另一角落 其實是走進十位明星內心世界 高興高飛讓你死心卡地轉粉的大型 旅遊反彈Vlog一起人生 有以為是老套的劍書節目 其實是拉近名著與大眾距離的 360度沉浸式人工AR閱讀體驗秀 一本好書 有以為是請一堆明星關門王過家家 其實是用搞笑加騷擾 拋開時下嚴肅社會議題 今日說法首席非官方眼神灰禮劇 明星大志探第四集 在娛樂的同時 不忘給觀眾以啟發和思考 這才是一檔好綜藝 好劇 好電影 英勇的速度 完了表演 我感覺今天我們一講完 一大條同行想要打我們了 唉 都是為了博大家一笑嘛 要不怎麼說 台上無大小 台下立規矩 如果大家實在是忍不住的話 就來順著這個二維碼 來打我賽 台北 Renault 兩 jewel 一核 一核